好 來介紹這一款由變形金剛傳承聯合系列所推出的 Vector Prime 中國是翻譯成影天形 然後他是銀河之力系列的角色 他好像是次元監察官吧 是一個有時間穿梭能力的Prime OK 包裝長這樣 好 玩具本體長這樣 他是齋爾薩斯改模過來的 齋爾薩斯原本那個模具 我覺得他飛機型態實在是不好看 所以沒有買 也剛好趁這個機會來體驗一下這個模具的變形模式這樣 改模算是改的還蠻有誠意的 他的肩甲胸口這些都是新模具 然後像裙甲前面這邊 這些紋路的雕刻也都是新雕刻出來的 但腿他應該就是整個完全直接沿用了 甚至像這裡還有 原本齋爾薩斯小腿這裡會有一個小蝙蝠翅膀的造型 他省略了那個造型 這個連接軸就還是留在這邊 算是比較醜一點 然後 然後 他的這兩片 小翅膀 太陽能面板 也給的算比較小片 算是他造型上比較可惜的地方 就是 這兩片小翅膀 理當要在他背後形成一個披風的效果 可是這個效果真的沒有很明顯 主要一來是這個太小片了 二來是他這邊這個連動軸的活動性不夠強 他這整條軸都只能從這裡跟這裡上下活動 上下翻著 如果 就是 嗯 其實你看他這邊的形狀 應該本來設計師可能是有打算在這裡再做一個可以往外翻的軸 如果這裡可以往外翻的話 他就可以有那種把披風抓起來往外揚上 往外這樣揚起來的那種上揚的效果 就會很漂亮了 但這邊應該也是被省虐掉了 齁 就很可惜 他 就只能透過這裡這個連接點 往外折 那其實整個效果是很差啦 就他真的很沒有披風的感覺 然後這邊也是一個偷膠空洞 就這樣在這裡給大家看 解除掉這些地方不講 他 這些新模具的地方啊 整個雕刻 跟塗裝 就都還是蠻用心的 齁 這邊 這個肩甲 這些金色上得很漂亮 齁 上面的紋路雕刻也很精彩 齁 臉也是新的頭雕 然後他胸口這顆寶珠我覺得效果也很漂亮 齁 這邊整個有把影片型的人物特徵抓得很好 非常漂亮這個效果 好啦 那 武器方面有這把劍 然後他還有這個銀河之力系列的這個銀河鑰匙 可以透過側面這個卡扣直接扣在他胸口這邊 這樣 然後也可以把它裝在他的劍上 齁 等於是讓劍再強化一下這樣 然後他這個劍跟 後面的太陽能面板 還有這個銀河之力鑰匙 他都是裡面有餐巾粉的一種 透明零件的效果 效果也還算蠻好看的 就是一個很夢幻的顏色 只是這把劍我會覺得有點希望可以再大把一點 感覺偏短偏小了一點 劍在人形的時候 背面這裡是有一個凸點 可以掛在背後 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這裡 你看如果他有一個可以左右 可以左右凹的零件 就可以說這樣子拼起來是一個完整的披風造型 可是 他就是沒有可以左右凹的關節 所以 所以這邊我就覺得是蠻可惜的 啊 然後另外就是這個 這個轉軸 這個凸點軸啊 其實是在你玩的過程裡面 是有可能會一不小心就把它這一片剝掉的 他扣得非常不牢靠 好 呃 這 唉 這種地方應該要用卯丁吧 孩子寶你真的是 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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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又省了幾個億 唉 人物可動度方面 頭是一個球關 可以抬頭低頭一點點 左右旋轉沒有問題 左右扭擺也有億滴滴 好然後手臂 肩膀這裡有一個軸可以往上抬 好可以這樣水平抬到90度沒有問題 有上手臂平面回轉 手肘 可以折超過90度 拳頭可以旋轉 然後他的手指是可以張開的 好四根手指連在一起 可以這樣張開握緊 再來 腰可以旋轉 但我覺得我手上這隻這個轉腰關節偏鬆 這個不曉得是通病還是個案 好腿前踢是連裙甲一起收進去的這種關節 可以踢到這麼高 很不錯的效果 好 側踢也有這樣將近90度了 還不到90度 然後有大腿的平面回轉 膝蓋彎折也可以折超過90度 好那從側面來看他的造型 也都包覆的非常的完美 好大腿側面也是 他有額外多做一個蓋板打錨釘把它包起來的 是一條有用心的腿 好從這裡看才可以看到有偷膠的空洞 其他整條腿都是沒有偷膠空洞的 手臂也是 好這邊有做面板 好在這部分也算是蠻用心的 腳踝的部分可以前後彎也有做接地 所以這一隻的可動度是非常優秀的 該有的關節都有 角度也都蠻大的 但 嗯真的我真的覺得我手上這一隻這個腰偏鬆 有點討厭啊 好啦那他的變形也是蠻有意思的 來看看他的變形 首先 嗯後面 這裡 好從這裡解開卡扣固定 解開 然後他的這一根軸跟他 背包這邊是有一個小凸點連接的 稍微往側面撥開一下 撥開這邊的這個淺淺的卡扣 稍微撥開就好了 讓他有更多活動空間 然後 這塊面板連著頭整個往後打開 胸口就可以手指頂進去把它頂開 頭直接往下折 然後 這一塊胸口轉180度 再往上放 變成他的飛機型態的飛機頭 上面這個蓋板再蓋回來 好那他蓋回來的時候 這邊這個透明藍色的零件 會有一個卡扣來扣胸口這一塊 所以這一塊先往上放 這一塊再往下 這樣去合併他 好手臂往下放 連著這邊折下來 腰轉180度 然後 他的 腿 內側這塊面板 直接轉 上來 變成扣上面這邊 扣上 變成垂直尾翼 就這個面板轉180度 變成垂直尾翼 算是還蠻漂亮的設計吧 底下這裡打開 這邊做一個雙重軸的摺疊 把上面這一塊面板往前推 腳掌就是直接收進來 這樣往前推 腳掌這邊還有一個卡扣 會跟他的這邊固定 扣上 另一條腿也是 應該要這個面板先下來才對 這個面板下來以後啊 走開 這裡會有一個小卡扣 會來扣他的膝蓋這裡 所以應該要這塊面板先下來 腿再上來扣他才對 把它扣上 然後這個桿子整個就這樣放下來 轉這裡 這邊有一個蘑菇頭可以轉 這裡會有一個勾勾來勾他這邊的凹槽 就這樣勾上 如此 其實就已經幾乎差不多啦 他的手呢是 呃 就是正常的長拳頭 面板打開拳頭藏起來 然後肩甲放下來 再來去 從這個軸這邊 拉出來 整個把它往後放 這裡 這個卡扣就會來對他的大腿 這邊有一個凹洞 直接扣上 OK 基本上這樣子變形就完成了 蓋板打開 拳頭 拳頭要先捏緊才能收進來 這裡再扣回來 肩甲 他其實也有做一個小卡點固定 稍微撥一下解開那個卡點 這樣把它手臂往下放 這邊扣上 OK 這樣變形就完成了 就是一個 據說原形式 星際大戰裡面的 達斯維達的那一架 太空船 其實也真的是有像 然後 武器 劍 可以透過這裡 扣在這邊 然後 銀河之力鑰匙 可以扣在這裡 那他這裡還有特地留 這一個 援柱啊 就是據說 如果有老闆的銀河之力的玩具 他還會有一個目標戰士 那一個目標戰士是可以扣在這裡的 不過我也沒有老闆的銀河之力的玩具 老闆的銀河之力的玩具 也還真是不太知道要去哪生啊 OK 整個飛船型態就是這樣 非常好看 他這裡這個 這個胸口面板轉180度 然後變成這邊這個造型 我覺得真的是做的還蠻漂亮的 然後他上面會有這些 齒輪造型的刻畫 很精細很好看 然後他還上金漆 整個質感非常漂亮 上面這裡也是 這個齒輪的刻畫 這些造型細節真的是很精彩 如果有能力幫他再補個色上個漆了 相信這一隻的表現會更精彩 那真的可惜就是 就算在太空船型態 我也還是覺得這兩片太陽能面板做太小片了 就是整個大可再做更大片一點 更誇張一點 會更接近星際大戰那個飛船的造型吧 齁 然後就是手臂藏在下面 算是藏得比較不美麗 呃 原本齋勒薩斯的模具也是這樣 就比較可惜一點 這個算是沿用模具的鍋吧 齁 Vector Prime這個角色的應該還是可以入手玩一下 OK 齁 那像這邊啊 這裡 這一根連接軸這裡 其實細節刻畫也是很精彩的 只是他就沒有特地上金漆去凸顯這個細節了 這邊大家可以看一下 齁 新模具的部分刻畫都算蠻用心的 OK啦 那就介紹到這邊啦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